大家好 我叫吴志华 我是一个外表文静 内心充满激情的人 居委会的工作经历 磨练了我的耐性 也让我交到了很多朋友 在他们眼中 我是一个充满着正能量的人 爱笑 勤奋 自信 当然我也有我的小情绪 我通过旅游 健身 唱歌 释放他们 工作和学习中 我都一直很努力 我相信付出就会有收获 我不想成为下一个谁 我只想成为下一个自己 吴志华女 31岁天津人 西南科技大学 硕士材料加工工程专业 12位老板好 HR专家好 涂雷老师好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叫吴志华 今年31岁 来自天津 2012年毕业于西南科技大学 材料加工工程专业 我是一个有着广泛兴趣爱好的人 在大学里参加了很多的文艺比赛 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成绩 我喜欢旅行 喜欢在路上的感觉 喜欢用心去体味不同地域的文化 闲暇之余 我喜欢给自己烹饪几道美味的小菜 我也非常喜欢运动 十几年的夜跑 让我有了现在非常健康的身体素质和心理素质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的舞台 我希望能够找到一份有关产品销售 或者是客户服务相关的工作 谢谢大家 你这是已经结过婚了是吧 是的 我是离异了 怎么了 你才31岁 是的 就是我研究生毕业以后 然后呢 就是面临着催婚的压力 然后在上学期间呢 我也没谈过恋爱 家里不让他恋爱 你上学期间都没谈过恋爱 是的 谁心 当时就是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因为从大二开始 我就跟着老师一块做课题 后来上了研究生呢 就是我们班同学比较少 研究生期间呢 就是我也参加了一个实习 所以呢 就是上学时间 这些其他的活动安排的比较多 那你结婚的这个对象是你的初恋 是的 是经人介绍的 哦 因为我当时对于爱情 没有什么感觉 所以就是觉得条件还可以 因为他是大学老师 然后他们家呢 都是 都是教师家庭 哦 那怎么又离了呢 就是因为他是单亲家庭 他妈妈一个人把他养大的 然后呢 结婚之前 说得挺好的 他妈妈就说 我们两个自己住 然后呢 他妈妈就住学校分的那个房子 但是结婚以后呢 就是领完结婚证以后 他妈妈在我还不知道的情况下 就住到了我们的那个新房 他要求我把所有的工资 都全部交给他来支配 我们生活中 比如说吧 就是一件很小的事 我们家那个玻璃有一点碎了 然后呢 我就联系了一个厂家 把那个玻璃换了 然后呢 他妈知道了 就说 这个玻璃换了 怎么没通知我呢 然后他妈妈就马上又 叫了另外一个人 把这个玻璃又换掉了 为什么呢 那玻璃不行吗 不好吗 他说没有经过他的允许 触犯了他的权威 对 他才是这个房间的女主 对 就是什么事都必须要经过 他母亲的允许 那你先生也 前夫也唯唯诺诺吗 就是他难道不能站出来 说句应该说的话吗 单亲家庭的男孩不可能 他是很听他母亲的话 单亲家庭的男孩不可能 那个时候不清楚 那个时候觉得 他挺孝顺的 觉得什么都听他妈妈的 应该是一个挺好的人 而且 不不不 人是一个多元的负变函数 是一个好儿子的同事 不一定是个好丈夫 有的时候恰恰相反 是的 有孩子吗 有 孩子多大了 孩子两岁半 那孩子判给了谁 孩子判给了我 现在和我 女孩 女孩 这个离婚的时候 有没有这个财产公平分配啊 离婚的时候 我什么也没要 因为那个 你近身出户啊 是的 因为 凭什么 因为财产方面 我那个工作 挣的也不是特别的多 那房子呢 房子是婚前买的 婚前是他们家买的 什么都算好了 我觉得这样的男人 不要也罢 就当是一次经验教训 天下那么多好男人 就别要他了 是吧 对 我认同 那个志华 我特别有感触 我觉得 不要为了孩子 去将就这个婚姻 现在生活中 很多人要说的 哎呀 因为你生了孩子了 你应该忍一忍啊 凭什么我们女人要忍 我们要的是 自己的人生幸福 不是为了孩子 去丧失我们自己的权利 你理解吗 单亲家庭长大的孩子 有很多也非常的棒 在我们生活中 有很多妈妈 可以给她很好的教育 我倒是现在 比较担心的是 如果你找了工作 你来北京 谁帮你带孩子 是不是你就把孩子 真的丢到你的父母那边 变成了一个 另外的 一个所谓的留守儿童 对 这是个问题 你现在31岁 带着个孩子 那你今天应聘的工作 是不是一定要在天津啊 天津 北京 或者长沙都行 因为我父亲 我父亲是长沙人 我籍贯是长沙的 如果是在天津和长沙的话 我是带着孩子 在北京的话 我先稳定了以后 我会把孩子 接到北京来上学 那一定要带着孩子 你离了多久了 离了有一年多了 可以考虑一下新的恋情 现在已经有了 一段新的恋情 很神奇 很神奇啊 听一听 我看《非诚勿扰》的时候 12年的时候 他也是在前几期上的那个节目 是天津的一个画家 当时呢 我就是在我母亲的强烈要求下 给他发了一个邮件 他觉得我条件挺好的 然后就留了联系方式 当时呢 QQ虽然加着了 但是就没怎么聊 后来就知道我离婚有半年以后 然后他在朋友圈发了一个动态 就是两个结婚证 然后下面就写着 希望可以早日找到和我领证的人 然后我就 我就开始好奇了 因为本身我 我又想到 我当初见到他的时候 对他其实还是有好感的 然后我就给他发了一条微信 然后相处了一段时间以后 就觉得两个人 就是有感情了 因为我对他特别的上心 他对孩子怎么样 他对孩子也挺好的 有的时候就是经常一块儿 带着孩子出去玩 这是一个从《非诚勿扰》 到《非你莫属》的故事 是的 但是我对你还是有一个建议 这个在生活当中 一定要接受上一段婚姻的教训 是的 好好地去了解 慎重地跨入婚姻 祝你幸福 谢谢福利老师 我们再转回头说到你的求职 这上面写你有职业病吗 是这样的 就是嗓子有咽咽 但是现在已经好了 我之前的那个 就是毕业以后的那份工作 是电话接线员 就是人力社保部门的一个咨询热线 每天至少 就是如果说你是正常语速来接电话的话 每天会接到80个电话 当时上班的时候 就是因为那一天接了130多个电话 然后转天就说不出来话了 这也是我挺不理解的一件事 你本科是哪 我本科是在湖北工业大学 但是不管怎么样 你拿了个硕士学历去做客服咨询 而且一做做了这么多年 而且都做出职业病来了 你这么能隐忍 但忍这事我不太能理解 毕了业以后 因为我这个学校不是属于985211的学校 然后学这个专业的女生又比较少 所以企业里面呢 就是如果说是网头的话 他看没有工作精力 基本上是不会有回复的 正好那个人力社保局 就通过社会招考一批一线的电话接线员 然后就考了这个 我可以说你是一个不太有主见的人 你看父母让你不谈恋爱 你也就没谈恋爱 后来嫁了那个男人 在生活当中 你也更多的是一种忍受 考了个研究生 也不知道为什么而考 自己将来的梦想是什么 你也不太清楚 确实一直是 在工作之前也没有方向 所以说你是个天真烂漫的人 你到现在经历了一次婚姻之后 你压根看不上 看不出他像结果婚似的 还是属于傻白甜那种 我觉得就是土磊说 你说的有点道理啊 就是你在重大事件上 决策怎么都是错的呢 是的 我现在也在反省这个问题 你到非你莫属来 是谁让你来的 我自己要来的 为什么呢 就做了这么一件对的事 我在本科毕业的时候 我就投过非你莫属 我希望能够通过非你莫属 找到一份工作 那个时候呢 就是一直都没有接到面试电话 我跟你说 那个时候非你莫属 要把你当时 他来了可能就没有那婚姻了 就没有后边那些 节目是一年开始的 所以告诉很多 想要来非你莫属的朋友们 你到这来有双重收获 不光能找到工作 还能够给你一份爱情建议 志华问你一下 像你比如说职场上 遇到困惑的时候 有没有身边的老师 或者经常会咨询谁的 没有 因为我父母都是属于 当时学历比较低 然后他们也没读过什么 也没读过什么书 他一看就属于 不善于利用社会资源的人 而且我跟你说 那个志华 你的求职岗位是销售 我目前基本上给你否掉了 第一 你是没有明确目标导向的人 第二 你的饥渴性也不强 对财富的饥渴性也不强 第三 你不善于用身边的资源 那这三个都是硬伤 销售是这三点必须要具备的 还可以啊 他用QQ找到现在男朋友 还可以 人家已经开始觉醒了 但我觉得有一点 稍等 彭百叶 志华 我们给你点职业建议吧 既然你那么愿意听别人的建议 我们给点专业建议 其实你学的是功课的女生 应该有很好的逻辑思维和调理性 另外你在天津社保人力局 工作了两年半三年 做政策咨询 你应该对社保人力政策很清晰很熟悉 其实你做人力资源部的 不管你是做员工关系专员 还是做薪酬福利社保的工作 都特别适合 你很有耐心 你有服务意识 这比你做销售要靠谱的多 好 你要求薪资多少 六千加 六千加 北京 天津 长沙 其他地方完全不考虑 对 来 第一轮选择去口里 还有七盏灯 天生我有才 来 职场色评 如果你失恋了 男友竟然是被闺蜜抢走 你怎么想 A 这种男人我宁愿不要 B 以后我与这两个人绝交 C 我无法忍受这种事情的发生 选A 这种男人我宁愿不要 是的 也就是你不绝交 还继续跟他们相处 因为是这样的 我不会怨我的这个闺蜜 我会认为这个男人 非常的意志不坚定 他既然可以被我的闺蜜抢走 同样他还可以 会被其他人抢走 但是你要记住 这个闺蜜不是跟你明着竞争 他是把你抢走的 他要是公平竞争倒无所谓 我觉得可能也是 我们俩之间的感情 肯定是有问题的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这个闺蜜他再怎么抢 他也抢不走 那不一定 如果你的闺蜜是林志玲 我估计你这辈子都会担心 因为我觉得我也不差于林志玲 所以志玲你到现在始终体现的 就是你的交往全是单线条的 你目前你之所以前面有这么多错误 我们现在把你整个故事听完了 你接下来如果你不改变这种 单线条思维的能力 你还会继续发生错误 你选哪个 我选C 你无法忍受这种事情发生 我要不就把这男人再抢回来 C是最没有用的答案 你无法忍受也发生了 我再选C 是我无法忍受 到我会把这男人再抢回来 你把他抢回来了以后 你准备怎么着 我再帅了他 那你是暴露了 太变态了 太变态了 刘总这种方法是完全浪费时间的 我完全不太紧张 没事你别急你别急你别急 郭家勇真的是他就是报复心爆棚 没必要我们不要在一个不值得的男人身上浪费时间对吧 其实我这要提我是想告诉他 那个志华你的整个过程中目标导向是极差的 就是你所有的选择都被动选择 所以我要告诉你现在一定要做一次主动选择 发生那些先画一画什么样的工作是你需要的 什么样的人生是你想过的 把这些画像画完 你才去做思考做抉择 所以有些时候选择大于努力 家勇给你的建议固然好 但是我觉得你已经主动了 每个人主动的方式不一样 但是有一点我提醒 我为什么灭灯 因为我觉得我的公司只能在北京提供你的职位 因为你的孩子在天津 你的爱人 现在的爱人也在天津 我希望你从一个感情 从一个家庭的角度 不要让你的孩子成为留守儿童 也不让你的心恋情再出现 异地恋 所以我希望你留在天津 这是我灭灯的原因 你一定要考虑一下好吗 谢谢 其实我挺同意周总的看法的 他给的建议就是从一个女性的角度来讲 给的非常客观 你今天应聘的是销售客服和服务类 对 是吧 到底是哪个是第一项 第一项还是服务方面的 因为跟我之前的工作是相关的 来 第二轮选择去后来 好 还剩两盏灯 接下来我们直接进入 谈前不上感情 来 请两位老板 直接提供薪酬和你们的岗位 那么我们一桃互联网餐厅给你提供的是我们招商加盟事业部的这个督导 是对我们这个加盟商进行售后的一些服务和辅导 地点在北京 薪酬5000家 陈浩 那个优胜教育集团给你提供的是我们加盟连锁事业部在天津的运营专员 我觉得你还是先从学习开始了解教育行业 薪酬 5000 5000家 好 都是5000家 对这样的薪酬满意吗 满意 可以问一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陈总 就是以后就是学习的话是从哪方面开始学习 我们是体验式培训有丰富的实践跟案例 对 然后我们有严格的考核和过关 这样会决定你的提前转正的周期 以及你上岗以后我们还会再做一次薪酬评定 没有了 把另外十盏灯亮起来 有没有薪酬高过于5000的 多秒 5800 多少 5800 5800 好 把另外的纠缠灯灭了 来 说一下为什么加到5800 对 我对志华的印象一直特别好 就是从一开头她说的每一件事每一句话 我觉得她是一种可能非常平静地制造自己想要什么的一个女孩子 职位就是做大客户的这个拓展这方面 薪酬 5800 一点是北京上海都可以 好 你可以考虑一下 是否愿意让李昊阳来代替这两位当中的某一位 十秒 你可以考虑一下 是否愿意让李昊阳来代替这两位当中的某一位 十秒 你的答案是 不换 为什么不换 因为我觉得可能大客户拓展这方面可能不太适合我 但是钱多一点 你现在是有家庭的人 我觉得钱不是重要的 锻炼自己的能力是重要的 她这一点我还真挺欣赏 一般来说带着个孩子的女人多多少少在生存上会考虑到更多的物质条件 她还真是不太看重这个 不错 来 在最后好好考虑一下 在张阳和陈昊当中做出你最后的选择 一桃星空 优胜教育 谢谢再见 你的选择是 优胜教育 对吧 生存的 对于最后的结果我还是很满意的 反正对于运营专员这个岗位呢 我之前是了解的很少的 然后她前期有评训 我觉得以后在优胜教育 我肯定会有很好的 中文字幕——YK